哈喽哈喽大家好 来尼泊尔这儿学习英语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前面都是以玩的心态记录一些生活 没有正儿八点的给大家介绍我这儿的学校 这学校叫RTC English 大家可以看一下 别看它不起眼没有多大 上下一共一层两层四层五层 最顶楼的时候 基本上每个学校都是排满的 大家看一看里面 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学校啊 在当地来说算是收费最高的 然后名气最大的一个学校之一了 并不说在这里使劲给大家推崇这个学校 基本上在尼泊尔生活过的人 包括我之前听他们说好像是疫情之前啊 来这个地方上学的中国人一个班 有的时候会赶上全是中国人啊 那个尼泊尔人都很少啊 这个学校呢可能是在一个高级班 总共是三层 我们呢是在在四层 最最高的一个层 一层两层三层四层 我们在五楼上课 啊四四那个四楼上课 五楼呢 他加了一个铁皮房子 但是呢还是一样坐满了人 能来到这边上学的人呢 基本上在当地算是比较有钱的人了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里的学费一个月大概是四百块钱左右 这是基础的啊 你要是靠雅思啊 可能要比这贵一些 大家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说相对来说是最贵的最好的学校了 因为当地人的工资普遍是啊 一个月可能六七百块钱 六七百块钱 你拿出四百块钱去上学 这个对他们当地来说学费很贵 而当地的大学呢 每个学期的学费大概是在 好我听他说一千多米币吧 两千多米币也就是一个学期下来才一百块钱 那么他这一个月呢就要收四百多块钱 所以说对当地人的按他的基础 那个平均月收入来说 这个学校算是最贵的一个学校 但是对中国人来说很便宜了就啊 一个月就四五百块钱是吧 都可以吃得消 这是他的招生办公室 这是中国人啊 给大家看一下 Chinese Chinese 飞龙 飞龙也是Chinese 看着像你一半的 那个是阿宽的阿宽的老婆应该是 这也是中国人 就是说这个屋里面你看看这么多人 有一半都是中国人 现在还是疫情期间 这是一个报名处啊 就是大家上完课之后 上完课之后不愿意回家的 老师布置作业了之后 你看像今天都已经布置完作业了 可以在这个小桌子上面 那个做做作业 唯一不好的事 哦 i'm sorry i'm sorry 就当事吧 就当事吧 然后唯一不好的事就是这个 他这儿没有开咖啡馆 按照我的规划啊 如果这个学校是我的话 规一个咖啡馆 咖啡不要卖贵了 卖点什么提 就就夹住那么一小层 应该会会生意会比较好 因为能到这儿上学的人 像我之前所介绍的那样 他大学一年的学 一个学期的学费才一百多块钱 这就要接近四百到五百特亚 那么那么你到这儿上了学 像是比较有钱的人 喝咖啡呀 喝杯茶呀 他基本上能消费得起 他有他们的想法 这个老师挺好的 每天下完课之后 主动的和我们进行交流 来提高我们的英语成绩 OK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放学了 他这边来 吃个早点 现在看一下时间 10点33 我们是8点钟上课 9点钟下课 在那再坐一会儿 老师布置的作业 走过来15分钟 就这么晃悠晃悠一天 又快要过去了 这个餐厅啊 在疫情之前 是相当有档次的一个餐厅 因为整个一层 全是 中餐 阿峰 我的同学阿峰在等我估计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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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餐吗 哎 还有不少 9600 今天都很丰盛 西饭加的白糖 在这还能吃上鲜鸭蛋 出国以来第一次吃鲜鸭蛋 猪头肉 豆芽豆腐 虾 挺便宜的 是 总共17块5毛钱 是吧 350尼币 中国人开的餐厅 quarter 7点15分 quarter 7 可以啊 老师画表画时钟 有一套 这 好吧 他们很容易 带走 我们就为了 好 那 好 好 是